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最重要的是ESG其实它并不是三个主题 目前我们碰到很多客户其实还是把ESG分开 那它其实应该是结合的 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核心是S 其实就是人毕竟是这所有的核心 我们做ESG都是为了人 那人的背后如果要达到ESG 我们认为透明是最容易去做到串联的 把所有的事情变成数据透明化 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去衡量 那在这过程当中永远保持对于这个环境的友善 如果我们可以让所有的事情保持透明 也就是G的部分 让它始终是这个透明沟通的 就容易达到这个有效率的这个沟通结果 会啊 其实ESG一直是我们在每天跟 不管是身边的伙伴或者是朋友讨论的主题 这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如果要做好ESG的话 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整个这个社会环境 一直保持在心里面 ESG的话其实对未来很难说是什么帮助 我觉得最重要的它并不是对未来的一个议题 其实是现在我们就需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 台湾可以把这个环境社会沟通 这三件事情结合为一体 然后无缝的彼此接轨 应该就是ESG最应该要做到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